- 天氣好好喔- 是啊 欸 艾瑞克 你有在國內自助旅遊過 - 好自助旅遊啊 好像比較少欸 - 比較少 可是你知道我們來嘉義 可是要自助旅遊的耶 - 欸 不是你要帶我去玩嗎 - 是啦 不過還是要自助旅遊喔 - 沒問題啊 - 是 我告訴你 我們有法寶了 - 蛤 這是什麼 幸福隆里加 - 對 我們只要有台灣好行南運線這個套票 - 就可以遊玩嘉義了 - 哇塞 這麼棒啊 - 對 我跟你說 我有研究過 - 我也做過功課 - 它是以日本東京JR三手線為借鏡 - 然後呢 以環鑽線 - 串起嘉義大平原的文化 觀光 - 還有產業設施的景點喔 - 哇塞 - 而且你有這個套票可以無限次上下車 - 一直玩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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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 太棒了 所以你不要再說了 - 因為我迫不及待趕快走吧 - 走吧 - 走 - 這個建築物確實有它的特色 - 因為在我們看到的建築物通常是一個意象的表達 - 那在這個建築物裡頭 - 它有幾個不同的概念把它組合起來 - 也就是國畫裡頭 書法裡頭的濃墨跟碑白 - 中間有一塊渲染 - 因為這個渲染是慢慢暈開的一些墨水 - 使得中間的這一個部分若有事物 - 但這個濃墨的部分 - 它的外觀是由一些助理銅盤所組合的 - 整個建築物的表面 - 是拼出了幾個不同的圖像 - 分別是龍 馬 像 - 也就代表華夏 印度跟西亞的文化 - 那在虛量體的部分 - 是由樹圈片玻璃把它組合它的外觀 - 使得整個看起來非常通透明亮的感覺 - 製美橋也是整個搭配整個建築物的外觀 - 遠遠看過去的話 - 它跟建築物好像是可以連成一體 - 因為它的特色就在它的橋面 - 是它的橋的那個上面的鋼筋 - 是有點扭曲的形狀 - 去把它拉起來的那種感覺 - 這個橋也相當長 - 一百多一百四十幾公尺的長度 - 使得遊客好像從外面走到裡面的時候 - 經過了這個橋 - 開始走入了所謂的博物館的殿堂裡頭 - 這個博物館跟台北故宮博物院 - 確實有一些定位上的不同 - 因為這個一開始我們在建館的時候 - 就定位成亞洲藝術文化博物館 - 所以我們的展出 - 跟台北原先的華夏文化為主的一個博物館 - 在定位上 在展出上確實有很大的不同 - 那我們從開館到現在已經換過很多展了 - 但是有些長設展目前在 - 但是我們只是三個月不定期的換一些局部的展覽 - 這個整個園區七十幾公頃 - 博物館的建築是二十幾公頃 - 那外面的五十幾公頃還是有一些公共藝術 - 如果說你遊客在假日或是平時來這邊散散步 - 也是會感覺到非常舒服的感覺 - 哇 所以簡單來講 - 這裡是一個預教預樂的好地方對不對 - 那絕對是 - 哇 - 因為我們讓教育完全生活化 - 把博物館完全融入一般庶民的生活裡頭 - 這個是我們一直在做的努力 - 南院在這一方面的確做到 - 讓這個在地的一些民眾 - 完全享受到那種休閒生活的感覺 - 我覺得很好 - 我覺得很好 - 我覺得很好 - 我們也謝謝副助長 - 謝謝 - 謝謝 - 謝謝 - 請下一次 - 請下一次 - 就雲 - 要是 magic - … - 下廠 - 作詞 - 也很高 - 好